哈喽大家好,我是绝人 非常感谢大家对上一期视频的支持 这一期我们继续来聊聊清平乐剧中的历史彩蛋 和历史当中的宋仁宗 别话不多说,让我们正式开始吧 上期我们聊到历史当中的刘太后 动了武则天第二的心思 剧中的第五集就通过了一场礼服之争 隐晦地将这条线表现了出来 根据史书《序资质通鉴》长篇记载 在晋叶太妙的礼仪上 刘太后欲淳逼帝者之父 虽遭到副相、艳淑、薛奎等的反对 但也只是少杀其理 而直到她临死前 太后极不能言 而由树隐其一 在大臣们极力地劝说下 才最终以皇后服敛葬 虽然意图享受天子的待遇 成为了刘太后后来的主要黑点 但是大家不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一个十来岁就嫁给了银将 后又改嫁入王府的孤儿 经过了几十年的权力斗争 爬到了现在这个位置 大臣们离心离德 身边又没有了老公、亲族 孩子还不是自己的 换作是你 你敢把权力交出去吗 唯有把权力抓在自己的手中 才能让她在这偌大的宫殿之中 稍微有那么一丝的安全感 不过有意思的是 虽然太后自己看重权力 处处提携刘氏一族 但是在给仁宗找媳妇这件事情上 她却以自古以来 外戚都因家族昌盛 权柄过重而招致货端为由 选了家族人丁不忘 大打咧咧的 郭氏做皇后 明道二年 也就是公元1033年3月太后去世 可到了12月就闹出了废后风波 霍乱的源头正是这个宰相吕一俭 吕一俭这个人能言善辩 刘太后在位时期就颇受重容 仁宗的生母陈妃死时 就是她说服了刘太后 按照皇后的礼仪给陈妃下葬 刘太后死后 吕一俭上书建议皇上 清除太后任用的奸臣 结果这事让郭皇后知道 郭皇后就在这个仁宗的身边 吹这个枕边风 吕一俭当初也是六太后提拔的 当初别提多受宠了 现在她反倒第一个来说 什么清除奸臣 我看这个人啊 不过是一个进风时多的小人罢了 仁宗呢就把她这个话 听进心里去了 转天宣布人事变动的时候 吕一俭听着自己提交上去的名单上的人 一个个被停职 还搁那美呢 结果就听最后一句 拙门下侍郎平同张氏吕一俭 一事相叛许州 整个人就懵了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 是郭皇后使得坏 这梁子就算是彻底解下了 到了同年的八月 吕一俭重新被提拔回来当宰相 正好碰上了电视剧里演的那段 郭皇后想打上美人 结果误打了仁宗 吕俭就赶紧借其发挥 建议仁宗废后 这里大家可能就要问了 那电视剧里仁宗处理的非常的公正严明 不仅把郭皇后废了 还把上美人和杨美人也都送走了 理由也非常的高大上 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干 现实中的宋仁宗是个十足的大铸蹄子 仁宗等了十一年才亲政 所以第一年干活格外的卖力气 势必攻亲 但是一年后慢慢的热乎劲也就淡了 转而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后宫之中 郭皇后被废不久 仁宗就生了一场大病 这些朝臣们在底下一言就一合计 得出了一个结论 都是因为这俩美人 美西是上寝的原因 后来传言越传越凶 街头巷尾都流传着仁宗耗尽女色 不理朝政的传闻 其中有个建官叫藤宗亮 就上书说 仁宗临朝则多迎行眷色 绝世如不挂圣怀 简单来说就是感觉你的身体被掏空了 结果仁宗大怒 将他贬官出草 说藤宗亮 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要提起他的另一个名字 藤子经 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 来跟我一起背 庆历四年春 藤子经 折寿八令郡 月明年 正通人和 百废巨星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只会这么一句 那视频的最后 我们再来背诵个全文 好吧 我们接着先往下说 即使是这样 朝臣们还是不肯罢休 仁宗身边有个内侍 叫颜文应 每天就在仁宗耳朵叨叨叨 劝他把两个美人送走 堵群臣的口 仁宗实在是被他叨叨烦了 就说了一句 行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结果 这个颜文应生怕皇上反悔 拿着这句话大做文章 二话没说 找辆车就把两个美人送出宫了 苏仁宗类似的光辉事迹还有很多 例如根据南宋朱变的曲位就文记载 说仁宗曾经抢抢民女 百姓到开封府告状 当时的开封府知府 范逢 就直接冲进宫里找孙仁宗要人 最扯的事 宋仁宗竟然还听他的 老老实实就把人给交出来了 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最喜欢历朝历代的哪个皇帝 现在我的头上的弹幕可能飘过了 李世民 武则天 朱元璋 甚至是秦始皇 但如果你问这些士大夫 让他们来评选的话 我相信宋仁宗绝对会名列前茅 之所以宋仁宗时期 我们熟知的名字这么多 范中烟 苏氏 苏巡 苏哲 欧阳修 王安石 曾拱 包拯 狄青 司马光 燕书 刘荣 沈阔等等等等 正是因为宋仁宗将自己的皇权 一定程度上下翻给了士大夫 皇权受到了制度的制约 才能够将天下有才之人全部吸引到了身边 众文清武导致了外战屡战屡败 国家越来越弱 但是并不是全然没有好处 在北宋的文人心中 天大地大为道理最大 敢于去皇帝家门口砸门 想想也是挺可爱的 毕竟君主的美德只是一时的 只有好的制度才是永恒的 江山和美人有时就是不能两全 对孙仁宗来说 连自己喜欢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从这个角度出发 也许原小说的名字 孤城碧 可能更加的切题吧 这时候你可能又要问了 那冒仇不治祸君的曹皇后 在历史上又是怎么样的一段故事呢 在电视剧曹皇后逃婚途中 曾经给了这样一个没有前吻也没有后吻 很突兀的镜头 就是回城路上碰上了皇帝的内侍张茂泽 这段看史我也没看明白 后来我查阅了一下才知道 这是编剧在给二人的感情线埋伏笔 家幼元年也就是1056年 仁宗有一次患了重病神志不清 口中竟高呼 皇后与张茂泽谋大逆 就是俩人你懂的 吓得这个张茂泽呢差点上吊 到底是皇上病了胡言乱语 还是确有其事 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不过这给编剧留了发挥的空间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电视剧中会怎么处理 那历史当中的曹皇后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根据北宋王拱的假身杂技记载 她和刘太后一样也是二婚 爹人丈夫求先问道 大婚当日 执经走 于墙蔽之 后及时还母家 讹选为后 电视剧基本上就是照着史书一比一还原的 根据宋史中记载 曹皇后这个人 姓慈俭 重驾色 常于禁院重骨 钦残 善非薄书 虽然不至于冒丑 但也绝没有江书营所扮演的曹皇后 那么漂亮 历史当中的人宗呢 是个百分百的严控 前后一对比啊 竟然又思念起了郭皇后来了 当初死活要废人家的是你 走了又想 时不时的呢 就送些诗词 以表思念之情 还偷偷想招她入宫 当初和宰相吕一俭 一起窜到皇上废后的内侍颜文应啊 害怕郭皇后回来打击报复 就先下手为强 思同欲仪 把她给堵死了 仁宗呢 又一次没有能够护住心爱的女人 只得命人 以皇后之力 把她安葬了 不过呢 死了郭皇后 并未让曹皇后的处境有所好转 仁宗这个大猪蹄子 又宠爱起了貌美的张贵妃 成天想着废后 虽然生前未能如愿 但是张贵妃死后 也被追封为了温城皇后 可见皇上对于张贵妃的喜爱 这里面有个好玩的事是啊 据说当时仁宗想生张贵妃的伯父 张瑶左卫宣辉时 遭到了建官们的大力反对 时任建官的包拯包大人 据理力争 大臣其不可 反复数百言 阴吞奋机 唾见地面 唾沫星子都脆到皇帝脸上了 愣是也没事 这换了大清朝 你别说脆唾沫星子了 你抬头看皇上一眼 仰面弑君 有意刺亡杀架 斩立绝 总的来说呢 曹皇后到死也没有能够得到仁宗的爱 但是好在身体好 把竞争对手和老公都给熬死了 48岁正当壮年 就和刘太后一样啊 走上了垂帘听政的政权之路 在任宗死后不久呢 曹皇后不顾群臣们的反对 给张茂泽升了官 与其说 确有私情 我更愿意相信 是一个在宫中 孤立无援 独自支持的女人 对身边的人 曾经给予的歇斯温暖的 一点点报答 就像电视剧中 刘太后问鑫河的 你真的想坐这宫中 许多无趣女子中的一个 困手在这宫中一辈子吗 其实我也想问问大家 你觉得帝王和身边的女人 有爱情吗 我们不讨论个例 只聊普遍性 想觉得有的可以扣个一 没有的可以扣个二 我在B站上 非常喜欢看 罗翔老师的普法视频 他其中有一句话 我非常的认同 当双方处于特殊的地位 发生关系时 对于强者来说 你其实是在烂用 你的优势地位 如果对强者不加以限制 那必然会造成强者 对弱者的性剥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要限制师生恋 为什么我们要限制医生 和病人之间发生恋爱 为什么要禁止养父母和孩子 发生关系等等 我们在历史上经常看到 某某皇帝特别宠爱某个妃子 这个宠字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什么叫宠 说的直白一点 我给你的才是你的 我不给你的 你什么也别想拿走 宋仁宗宠爱张贵妃 是爱情吗 那曹皇后呢 上扬两位美人呢 郭皇后呢 所有我们大可不必 去憧憬过去 确实生在帝王家 有太多的事情身不由己 确实孤成弊 但对于那些 没有选择的人来说 依然是好过太多了 至于爱情 我们还是去 电视剧当中寻找吧 这些视频内容就这么多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 那我们最后来背诵一下 岳阳楼记 清理四年春 唐紫荆 折寿八陵郡 月明年 正通人和百废巨星 乃重修岳阳楼 增其旧之 可唐贤金人师傅于其上 诸以作文以寄之 于官复八陵盛壮 在洞庭一壶 贤远山 吞长江 好好伤伤 横无济雅 朝会西恩 气象万千 此则 岳阳楼之大观也 前之术背矣 然则 北通乌霞 南极萧香 千客骚扰 东西 可唐 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